原标题 台湾一百图光天化日下抢银行得手30万后逃逸 海外网9月20日电 据悉该歹徒头戴安全帽和口罩 身穿黑色T恤和蓝牛紫裤 不行至柜台时到底住一名女性民众 地银行柜台人员交出现金 在得手新台币30万元后逃逸 警方目前正积极追忌中 士林分局后港派出所长庄星熊下午接受采访时表示 歹徒不行进入银行 锁定一个正在柜台办理业务的女子 先将手提袋丢到柜台前 再晾出水果刀底在女子脖子上 要求柜台人员拿出现金 庄星熊说柜台人员单行女子安危 拿出30万现金 嫌犯得手后随即逃逸 警方当前正根据监视器画面全力追捕 纵边海外网张尼 责任编辑张迪